大家好,歡迎收看 GANG WIN 碑地帶,我是主持世榮 上期記得跟大家說買真正者和何宅堯的騎師王 最後拿到一個正數的回報,很多人都問世榮你自己有沒有投注 想看上次介紹可以在這條影片見到,也介紹大家買騎師王 我自己當然有買,其實很多馬平家都是 你看到有些正回報的馬平家通常自己都有投注 希望在這個節目帶大家投注,到最後可以有正數 像之前在星島日報一樣,排到第一,有比較好的派賽 事不宜遲,在我講之前,跟大家看看上次的票 我也有買到騎師王 你留意的時間,一開騎師王5.01分,我就馬上買了 誰知道頭場,潘頓贏了包裝太保 令騎師王何宅堯更好 如果大家在後面的場次買,其實都沒所謂 希望在講之前,今次的投注策略,大家訂閱了 下次再有好東西才可以跟大家說 記得訂閱了,事不宜遲,我們馬上看看今次我們會怎樣買 見到在這個頭場,我們其實都會買到這個堅有料 因為這間堅仔賽馬APP的上司公司老闆 擁有的就是這匹馬,今次有個漂亮檔,很大機會排到三甲 至於第三場,有四匹新馬,有兩匹新馬,五、六號和舊馬一二都贏過這個路程 五、六號都是一些比較質身而言,我覺得有潛質的馬,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另外,在第六場開始,合火年代,今次應該不會失死又留太后 還有,第七、八場,雷健威都出了一對千二,有鬼上身 找蘇永倫看是否克服到外檔 至於志在四方,創意天才這些,都是相當直博的馬來的 好了,講完這麼多馬之後,大家應該怎樣投注呢? 在這裡就會介紹大家,右邊就會見到應該怎樣投注會好些 記住,騎士王少於五倍就不要投注了 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希望大家記得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我們下次GameMeMe再見,拜拜! 我們下次見,拜拜! apped lines